这个基隆市产业合作招商座谈会 由基隆市政府主办 产发处与公测会执行 中华民国工业区厂商联合总会等单位协办 透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业区企业代表交流 来全力推动基隆的招商引资 欢迎全国的工业界跟工商产业的各位先进 跟各位企业家到访基隆非常的高兴 那基隆未来也要成为一个产业招商的一个聚落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团队 我们看到这个团队是让我们各企业 我们各产商对基隆更了解 我们都知道在港口的形势都是非常发达 所以这个团队都是很高兴 现在一系列已经有很多政策 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企业能够来进驻 已经进驻的企业 我们也欢迎利用更多融机 奖励工业区立体化的方式 能够增加更多办公作业及生产面积 所以我们在各方面都在推动 让我们的企业能够在基隆 可以增加更多的产值 政府也积极的努力 希望来协助在各方面的一个问题 希望能够解决大家的问题后 能够有效的让大家更深奔基隆 我想今天有很多企业界里面的宝贵意见 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座谈会中 基隆市政府都发处特别简介 最具潜力的捷运沿线基隆河谷狼带 跟基隆港区核心区都有很多投资机会 未来的这个南港 东区文化就要所在的是南港 其实未来的产业的核心 包含又有传说 这个现在汇达的一些研发的这些中心 可能会在这个南港来进驻 那其实从南港过来以后 这个包含这个汐止 远雄Utown 它有一些经贸远区 那接着过来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我们这个北莫都 大家有看到蓝色的部分 我们现在把它定位为 这个基隆科技园区 那下一站就是六度 那今天包含这个 中国端子的董事长 准之力都在 那其实目前已经有一些企业在这边了 那未来其实还有一些 形式其实目前都是低度利用 那它也是我们最早的工业区 所以我们希望 透过这个工业区立体化的转型 那在去年我也修法了 我们把过去没办法 容器移转在工业区 我们现在工业区 如果要开发转型 我们也可以来办理这些容器移转 那目的就是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比较现代化 科技化的一个工业区的一个园区 好接着再来下一站是这个七度的部分 那七度除了目前本身就有一个货车站以外 那未来除了捷运站 那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洋民海运的转部在那边 所以市长也会积极的规划刚提到的这个 供应内物流可能是未来这个产业的一个趋势 那也是我们基隆可以琢磨实力的地方 那以洋民海运为中心 我们也积极的在它的北侧南侧 都有一些公有固定 那我们积极的在做规划希望把它打造成为 其实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给来实力不是硬的实力 是软的实力 基隆开户一百多年来 它真的是一个老旧的城市 如何翻转它 我觉得是跟台湾人有个计划 国外人来说台湾的美在内心 那基隆的美在文化 所以站在一个我们谢市长带领的事务团队里面 如何把我们实力建构出来 台湾人来说台湾人来说 一个亲子平台 国外大学 教学 还有改善人心道 还有最先说的 电动机车 台湾市都与有多多些相信 提供电动机车 市长谢国良也强调 市府积极进行国际化的产学合作培养人才 也希望透过这场招商座谈会 展示基隆的投资环境和商业潜力 吸引工商界来投资基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